各位,我们又来澳门了 现在澳门很漂亮 就是这个味道 等了三年了 这一款面,你在广州吃不到 来到澳门最近的轻松 这个地方应该是洪窗门街 我曾经吃过,念念不忘的一碗拉面 当然,我们今天也要介绍一个朋友 地胆租 上次是坎仔店 我现在带你去老店 这间有多小? 我印象了十几个位置 现在已经2点了 哇,真是窄 来到澳门最近的轻松 没有位置就不要等了 我们不会加咖啡啦 福龙新街 哇,这里大家很棒 前面是古街 以前可以通车 现在全部都在古街 回来应该没有人了吧 吃吧 上次是吃他们传统的那一款 其实他们种的那一款都是很特色的 这个是尖面 一个礼拜一换 这个是鸡白拉面 这个是85元 这个是完美的尖面 80元左右 就是这种味道 我等了它三年了 各位 这个是海盐鸡白汤 它比面幼稠 有芝士 汤底比较浓浓 它再来一层浓浓 这个很香浓 这个很香浓 通常鸡白汤 要趁热的时候吃 因为放冻了会腥的 这个煎面 就拌均匀 在汤里连配料 直接在这碗汤里吃 我可以拍照 这一款煎面 你在广州 真的吃不到 因为它的香浓 它香浓之余 它的咸甜比例 是很合适的 我告诉你 有没有那么夸 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是街坊味 你吃了这么多年 当然是没有意义 全家的面 鲜韧有缘 这个真的好吃 我以为那几个是菇 我错了 原来很好吃的叉烧条 80元打完它 值得吃我 只可以这么说 归不是它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这种口味 在广州的确少见 有机会真的要来试 而且距离大餐巴 景点附近 行几百米就到了 不算远 你过来 如果见到太多人 先去附近 喝杯咖啡 再来试 想吃传统粤菜 或者选择打煲的 就过来这一边 身后这家老子好 我们来过很多次了 同事都要跟着我一起过来吃 这个就是他们的清汤羊 喝一口汤 很清甜的 羊的酥味一定没有 但羊的鲜味 包括一些酒的香味 它们清甜的味道 是来自于竹类 肉香味 酒香味 是并驾齐驹 再试一下 几点的羊肉 那个时间刚刚好 一咬又开 如果天气冰冰的时吃的话 比较适合 这口汤 不要说什么 我喝完后 背着已经流寒 小辣 清汤羊 所以汤会令到羊肉 比较甜 更加甜 这道很传统的做法 干壁青唐鴨 先试试 是比较香的 鸡肉 无论甜 又或者是肉的部分 吃起来都挺香的 它是青唐鸭 肉质不错 是甜的 鸭肉不会酥 如果咬到身上咬到 它不会很粗 这道菜真的很好吃 这个是青唐鸭 我经常煮菜 我煮不出这个味道 鸭肉很漂亮 第二 它煮出来 肉很结实 很入味 我喜欢这个 真正正正的 广州人 食肚是很有传统的 我妈级别的朋友来说 食肚是很滋饱的 试试 颜色好像鸡肉 但是咬下去 很淡的奶香味 虽然说这个很上味 但是肚骨是比较脆的 食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留上小骨 还有一个很传统的 红烧羊腩煲 汁酱也是很香的 选择够多 想吃传统粤菜 又或者选择想打煲的 就来到这边 当然来得奔奔 当然要吃煎面 大妈来了 喂 来咯 今天仍然是C豆系列 一间兼顾了性价比和品质的意粉扒屋 很久没有拍过这样的餐厅 就在二楼 老牌餐厅 二十多年西餐路铺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我们几年前 去小北童心路 泡一间珍珍意粉屋 性价比很高 好不好吃 评论俱见 因为他们这间餐厅 都是同一位老板 所以他们都说 是源自于童心路的珍珍意粉屋 工作人的午餐时间 这个就是稳定的输出 我记得他们的汤是很有特色的 性价比也很高 说是意粉屋 但我觉得他们更像扒房 多少牛扒 还有猪扒和鸡扒 我介绍一下我们的镇店之步 是新西能的珍藏级牛扒 官方认可的金标产品 这个罗宋汤是一个很经典的汤品 用牛肉、番茄和蔬菜 精心牛仔而吃 这种感觉就是鲜味和开胃的状态 这个就是他们的招牌厚牛扒 真的很厚 而且切下去的感受也是不错的 牛香味十足 汁水十足 七成熟可以 外面的牛香味道 里面包满肉汁的牛香味道 又是一种感觉 这个椰香咖喱海鲜意大利 是他们的意面家族当中的 王牌的招牌 很上味 而且很蛋牙 吃起身汁一口 没问题 二式的传统饱 再加上新鲜的榴莲果肉 平时过来再搭一杯柠檬茶 已经够了 非常香浓的榴莲味道 新鲜果肉的感觉 再加上薄底 有点薄脆的口感 吃完了 品质两间差不多 这边更加着重于扒 扒类的比较丰富 靠近双圈 更加方便大家过来打卡 我在广州做东北烧烤十多年了 先吃鸡摊 手轨那种感觉 东北烧烤是先腌制的 今天必点的鸡爪子 东北食蛋 锅猪子 还有这个产用 大部分都通运过来的 南村标记 邪对面有一间 木炭东北烧烤居民的出品都可以的 决定正宗的东北调味 你放心 特别是羊肉 牛肉 这五排肉 我们店里烤得非常不错 十多年一直自己烤 饱得最好的味道 这是我们东北店的蜜吃酱 东北木炭烧烤 那就要喝点哈尔滨 东北的啤酒 首先会试一下 当然是老板 引以为豪的馮罩 鸡烤和胡椒的香味很重 一口咬下去 其中间有多肥肉 不肯定的 我不能喝酒 冰冻糖浪吃下去是沸 彩 这个我认为东北吃烤烤的时候 这个很明显 里面吃到的是浪 外壳 白色在里面 我有一种酱,蛋白质的甜味 那种浓度之高 很棒 这家店也提供了一些支付烤烤 来给大家试一试 当然这个不是正宗的支付烤烤 但是有一个很特可心的地方 是肉的味道 肉质是新鲜一点 肉质会软熟一点 虽然调味不太特别 但是新鲜的东西 新鲜的烹饪 就是一个烹饪 得港府人心 港中人心的烹饪方式 不少的当然是冷面和东北饺子 我过生日啊 酸味和辣味 加上很烟硬的面 暑气去的一半 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于是他的出品都很实在 走开这条他说话 可以帮助一下 在平清其实有一条街 就是老家的人做这个 一定要新鲜的牛肉 新鲜的牛肠 汤是可以喝的 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 这里是大夫山的 今天过来不是吃农庄 而是吃这里有一间 很有散美风味的 用炭脑来做的牛腩煲 我们是来自香味品清的 我们老家做这个品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我们用的是贵州的炒色黄牛肉 锅叫九门头 就是牛的九个部位 有牛头 有牛尾 有牛中间 这个汤底是可以喝的 暂时头那几口 我喝不出有很浓的味精 或者是香精 很确的味道 我还没喝出来 挺清甜的 这个挺值得的 吃下牛腸 喝下这个是一个秘製的醬料 那些小吃是自己做的 牛肉丸也是自己做的 为什么要是这样呢 没有他,放心一点,安全一点 你又对的 先吃下牛腸 烟烟硬硬有炸头 调味较轻手一点 再加之食材新鲜 其实它的壮气味是很浓的 吃到差不多的时候 牛腩可以加进去 新鲜的吃起来 而且更加甜味 很有趣的是它这个调味 我今天很想说一下它的调味 跟潮山的鱼肉煸炉相比 这个算是味重的东西 但如果跟我们广州的牛腩煸相比 它的味道很清淡 很有心思的一个汤底 这种所谓的散美风味 我在广州本地 未曾吃到过 有兴趣试试一些特别东西 这家店可以试试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分享